很多人應該沒辦法理解 當總統是什麼感覺 但我懂 我不是一般的魔術師 我是一個負責任勇於承擔的魔術師 你確定你不要從政 什麼意思 好像很有說服力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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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好 總統好 我是魔術師吳和 那我準備了一個見面禮給你 是這個 這是一把空心菜 謝謝 我喜歡吃空心菜 為什麼要是這種空心菜呢 這裡有夾著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先不要拿 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 這張卡片是在我們出現一些危機的時候 會拯救我們這張卡片 想請問一下 總統你在從政的時候 一開始就想要當總統 開始我總覺得 人家找我去做一件 我具有專業的事情 面臨要做總統的時候 就是一個責任感啦 責任感 如果你做總統 這個國家會不會比較好 當然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原本想要當老師 所以我其實滿感動 就是這次可以來從公府表演 因為終於我可以滿足 就是教英文 跟變魔術 謝謝 請問總統這麼近看過魔術嗎 沒有 沒有 第一次這樣現場 那我責任壓力很大 麻煩總統幫我從裡面 挑一張牌出來 可以看得到沒關係 就挑任何一張就好了 可以隨便一張 好 那挑出來之後呢 我要請總統幫我在上面簽個名 可是因為今天比較特別 因為是總統的關係 所以那個名字啊 其實網路上一些圖片都可以找得到 有可能我可以複製 所以今天我想請總統簽的是 呃一個 隨便簽一個詞彙 可以是代表台灣的詞彙 對隨便寫在上面 寫大寫清楚 我可以看到沒關係 所以就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比方說我可以簽統一啊 呃 因為統一超商在台灣真的非常多 所以很多外國人來都覺得 怎麼台灣到這麼多便利商店 對不對 算是可以代表台灣嘛 對不對 好 那就請總統隨便寫 看是要寫什麼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總統寫的是 民主 這麼重要的資源 好來 我們來展示一下看一下 這是總統簽的民主 這張牌經過總統簽名之後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會有總統命的 對 這張牌是唯一有總統命的牌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把牌 放到中間任何位置 無論他在人群當中哪個位置 他都會跑到最上面 喔 即使我把他放到谷底 他一樣會跑到最上面 其實很多人應該沒辦法理解 當總統是什麼感覺 沒錯吧 因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朋友說 欸他剛好職業是總統的 但我懂 好我不是真的全懂啦 不是真的全懂 但我懂一部分 一點點那種感覺 結果當總統的感覺呢 就是一開始啊 大家都把目光畫在你身上 有點像當魔術師 然後很期待你去做到一件 很困難 很不可能或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為了要辦到這件事情呢 你就會開始做一些改革啊 做一些步驟 比方說像魔術師 就會做一些洗牌等等的 甚至還有時候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有反對你的人 或是討厭你的人 跳出來 把你的牌像這樣正反翻過來 然後洗在一起 讓你沒有辦法好好的變魔術 像這個樣子 所以呢事情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難辦 通常到這個地方啊 到這種狀況下 一般的魔術師 基本上是變不下去了 但我不是一般的魔術師 我是一個負責任勇於承擔的魔術師 所以我把它變完 而且啊 如果要看到一個魔術 真正成功的畫面 我們需要有很大的信心 並且願意觀察 等到最後 唯有這樣子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 發揮出它最大的能力 真正變回一個 不原狀態 到這邊其實出現一個尷尬的狀態 就是總統那樣牌不見了 有困難的時候要看哪裡 剛才最前面是不是有提到 在我們的孔心菜上面 有一個小卡片 有準備一個小卡片 看到這小卡片 小卡片 這小卡片呢 是一張折起來的牌 這張折起來的牌 不是隨便的一張牌 沒錯 這張牌 就是總統的民主牌 好 所以這張卡片 跟這把菜 就這樣送給總統啦 謝謝 謝謝 好不好 你確定你不要重振 什麼意思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像很有說服力喔 可以選總統啦 你到40歲沒 我不敢 我不敢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會來測試一個東西 這些卡片其實蠻單純的 它代表著未來 這張第一張卡片最特別的 兩面都是白的 它代表的是光明的未來 剩下的卡片你會發現黑漆漆的 全都是黑的 這代表黑暗的未來 那看到這邊 你大概知道要幹嘛了 就是想盡辦法 抽到光明的未來 我會一張一張 把牌發到桌上丟掉 你只要在你覺得正確的時間 就是喊停 這樣就好了 就是在正確的時間 做正確的決策 就跟你平常工作差不多 應該蠻簡單的 OK嗎 好 我們來試試看 OK 好 那就這張了 OK 放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被丟掉 沒有選擇的牌 來看一下 剛好都是黑色 都是我們不要的牌 如果總統在慢一拍的話 會選到這張 也是黑色 也是我們不要的牌 我們看一下剩下的牌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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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張牌 都是黑色 都是我們不要的未來 所以總統選到了 唯一一張 真正的光明的未來 謝謝 謝謝 沒有沒有沒有 好但是但是 說到未來有點龐大 就是每個人對未來的定義 不太一樣 沒有錯 我想請總統自己拿起來 像這樣把牌片拿起來看一下 你看到什麼樣的未來 自己拿起來看一下 你看到什麼 看著蔡英文 你看到蔡英文 這麼囂張啊 沒有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喔 我懂了我懂了 因為我也看到我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的未來變成 就是這個未來 不是靠別人給的 不是靠別的國家給的 就是在我們自己身上 那我們謝謝總統 今天的這個幫忙 謝謝 希望你在把握之中 可以享受這段小小的娛樂時間 非常棒 我知道總統其實在很多言論上都有發表 就是很在乎我們的主權嘛 其實不是只有總統在乎 魔術師也超在乎的 因為我們每次都會因為一些 就是國旗問題 造成我們很多不便 其實在2014年的亞洲賽的時候 一堆台灣人就舉棋子 對外就沒有舉棋子了 因為不能出現兩個中國 所以呢 只要先舉就贏了 這段不知道你能不能播 喔可以播可以播 台灣沒有問題 世界這麼大 哪裡沒有我們榮生之處 對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 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那我們會釋出更多的 獨家內容的影片 敬請期待